OK大家好我是深夜君 好今天给大家聊一聊 我们上周拍摄了一个关于开工大吉的情绪短片 刚好这个片子在拍摄的时候 七公匠出了一套梦幻系列的电影镜头 我们作为影视类的up主 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款镜头 然后就用这个镜头来拍摄了一个情绪片 测试了一下镜头的性能 今天主要来给大家聊一聊 这款镜头的一个实用体验 给各位想入手或者感兴趣的朋友 一点点参考和意见 首先我们收到这款镜头的时候 我们在某宝上查了一下价格 差不多整套的价格在7500左右 单只镜头差不多在2000多左右 包含了一个便携的简身箱 三只的定焦分别为25毫米 35毫米和50毫米 就是这三款镜头 这三个镜头都是非全画幅的 在实际使用中没有那么广 最大光圈可以达到T1.05 然后是全手动对焦 然后你拿到的镜头会发现手感特别好 就做工确实让你想不到这是一款国产的镜头 就是从镜头盖到机身 采用都是全金属的一个外框 然后同时这一组镜头有特别细节的地方 就是它一组镜头的对焦环的位置 基本是一致的 这就意味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更换同一组镜头的时候 不需要再调整它的一个电子跟焦器 让你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 卡口的话 它支持RAID 索尼 佳能 松下 富士等等 然后我们这一款是索尼的卡口 然后这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需要跟厂家进行沟通的 你需要的是哪个卡口 但是这个镜头相对口径比较大 如果你要使用稳定器或者三角架进行拍摄 需要单独的装一个真高垫 在你的相机下面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使用 好了 那么说完外观 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实际的一个实用体验 首先由于这是一款电影镜头 我们选择了 雪景来进行测试它的高光的一个性能 我们去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原始森林 由于是手动对焦的镜头 在没有跟焦源的情况下 我们为了让画面更稳定 放弃了使用电子跟焦环 来进行拍摄一些变焦的画面 我们使用的是固定机位加三角架 拍摄变焦和稳定器的运镜 进行跟焦的一个拍摄手法 这个时候就要说一说这款镜头的对焦性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法兰距 也就是它的对焦距离可以特别近 就是我们拍一些特写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相对于它的无穷远 对焦就没有那么锐 就是整体会偏柔一些 然后这只镜头对于高光的处理 还是十分完美的 在强光的照射下 会有一点点黑柔的滤镜在里面 就高光反射出来的光线 不是那么硬 这是我们摄影师反馈出来 比较好的一个方面 加上全金属的一个外壳 在变焦环的操作下 特别特别顺滑 我们根据拍摄出来的画质 在这个价位的电影镜头中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是主修视频的朋友 建议可以入手一支50毫米的镜头 还是非常适用的 目前这个价格 平T产品基本上没有 这可以说是在2000块钱 这个价位非常具有性价比 也是拍视频的力气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任何帮助 记得一键三连 这里是深夜摄影教室 我是深夜君 下期再见